台南市环保局招考临时清洁人员 这两天举办了体能竞速测验 让考生要扛着米袋跑60公尺 男生要扛15公斤 女生也要扛8公斤重 为了抢铁饭碗 今年有3000多人报名 而最年长的有63岁 还有45位是硕士生 但只释出了300个名额 录取率只有10% 竞争非常激烈 还有人不小心跑到摔了一跤 强神一响 所有考生扛着米袋 在规定跑道全力向前冲 但有人跑着跑着不慎跌倒 尽管跌倒还是努力爬起来 继续完成比赛 台南环保局招考清洁员 第一关要面临的考验就是体力活 男生扛15公斤米袋 女生8公斤 折反跑总长度60公尺 有考生自主训练长达一个多月 为了公家铁饭碗全力拼了 我是读运动的 薪水稳定 可以让家里面一个好的照顾 第二次 第二次来 我成绩都是在后面 年纪大了 体能就比年轻人差很多 今年报名人数有3000多人 要从里面录取300人 竞争相当激烈 其中年纪最年长的63岁都有 还有45人是硕士生 而这次招考特色跟以往不同 是采男女测验分开 今年女性报考人数也有增加 那录取率的话大概在10%左右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话 我们有有女性的名额 所以说会女性的话会比以前的 那个录取的人数会更高 清洁临时人员 蔚来生政事队员 基本底薪加清洁奖金 每个月收入能突破4万 尽管录取率低 但民众冲着稳定工作 还是分力一搏就判能成功拿下铁饭碗 旧华夫奇谈谈报道 南投县府释放力多 从12月1号开始可以用敬老卡来搭计程车 但长辈们抱怨实在是看得到用不到 因为当地很多计程车根本没有刷卡机 对此县府坦言的确装机率不高 希望长辈们可以利用轿车专线 或下载APP透过车队轿车 或许就可以使用到敬老卡了 伸手一招搭计程车点到点服务 南投县从1号开始起扩大敬老卡使用项目 除了搭客运还可用搭计程车 一天最多四趟 每趟车资最高补助85点 不过计程车司机们确实抱怨连连 要刷禁老卡车商就得花钱装机 还要月租费 县府盘点全线288部计程车 大约只有100部加入 装机率确实不高 有老人家抱怨看得到吃不到 县府美意思虑似乎不够周全 县府强调已经积极辅导当地 计程车业者成立车队 也定有奖励办法 但过渡期间先请大家 透过轿车专线 或者透过五家轿车系统 就能使用敬老卡 此外宣传海报也陆续送到 关怀据点等点张贴 希望长辈们能多多体谅 记者曾路成南投报道 三号晚间有驾驶不熟悉路况 误入轻轨专用道 导致轮胎陷入泥泞 无法自行脱困 但事发没多久 又出现了一名男子 酒驾闯入轨道 幸好两起事故没有伤亡 晚上车来车往的道路上 一辆白色休旅车打着左转灯 一路开上轻轨轨轨道 轮胎深陷泥泞动弹不得 车身轮胎陷入泥中 轨道上被拖出长长的一道轮胎 警方与轻轨工作人员货报 赶紧到场帮忙 工程人员用阴架战板 加上人力推车 没一会车子顺利脱困 只是为何会闯入轨道 驾驶表示是不熟路况才会误闯 路不熟的人 或者是稍微不小心 他就会误闯轨道 十月开动以来 到这边已经出了三次事故 三号晚间六点多 七十四岁的陈信驾驶 来到大舜一路与龙胜路口 因为不熟路况误将轨道看成马路 这才误闯 虽然事后脱困 但也面临一千五百元以上 七千五百元以下的罚还 现场无人员受伤 详细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 没想到驾驶脱困后没多久 又有车辆闯入轨道 晚间九点多 黑色轿车来到路口处 准备左转 没想到就这样闯了上去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让车子脱困 不过驾驶身上浓浓的酒味 马上引来警方的注意 经九册九册值超标 也被移送罚办 经九册值达 每公升零点九零毫克 全一公共危险罪嫌送办 这已经是轻轨三十天内的 第四起传轨事故 所幸没有酿成伤亡 驾驶行经轻轨周边 务必注意路况 要是一个不小心开上轨道 毁坏草皮设施 不止警方要罚 恐怕还得面临赔偿 记者王超勤 王秀成邓明 高雄采访报导 新北市戏指 有民众把大马路 当成了遥控车练习场 趁停等红灯时来回练车 目击民众说 当下有很多台汽机车 经过都要闪避 恐怕影响行车安全 警方虽没接获报案 但此举已经违反了 道交条例 最高可以开罚2400元 机车练习场内 准机车骑士排队加紧练习 但大马路上有个警校 抓住了他们的目光 民众疑惑怎么我在练车 你也在练车 但是你练的是遥控车 遥控车快速奔驰而过 但地点不是在练习场 而是在汽机车行驶的马路上 黑衣男子边走边玩 似乎不自觉 自己已经违规了 事发地点在新北市戏纸区 目击民众贴文说 男子趁着车辆停等红灯时 不但操控遥控车来回行驶 把马路当成了练习场 其间有不少的汽机车经过得闪躲 而男子一连完了三分多钟 已经影响了行车安全 其他小朋友之类的 可能会被影响到 这样真的是会造成 交通上大家可能会比较不变 本所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取罚条例 第82条依法取罚 属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之发 警方没有接获报案 但已经介入了解 也提醒民众玩遥控车 还是要找适当的场地 免得违规影响的交通安全 还得付钱缴罚单 记者陈紫阳张宇杰新北市报道